一派胡言 我誓死效忠林将军 今天我就杀了你们为林将军报仇 今天是大联盟的盟主竞选大会 林洛时手下的两大得力弹将 左护法和兔大师两人 准备四季夺取盟主宝座 而林洛时作为曾经大联盟的盟主 他的遗孙宋宏南在大联盟中威望不小 成为了本次大会的主持人 宋宏南在无情的劝说下 公开支持起了林小谷 要林小谷接任大联盟的盟主之位 由于林小谷是林洛时的养子 也算是林府的第二继承员 因此大联盟的各大门派没有反对 都愿意奉林小谷为新盟主 左护法提出了反对意见 指出林小谷为了盟主之位 竟然意图暗害第一继承人林小刀 根本没有资格接任盟主 林小谷闻言大惊失色 强装镇定要左护法拿出证据 左护法对此早有预料 将兔大师给叫了出来 兔大师的话半真半假 他声称林小谷野心勃勃 为了大联盟的盟主之位 命令他和狗盗人截杀林小刀 他和狗盗人誓死不从 林小谷就追杀他们两人 最终狗盗人惨死 他运气不错被左护法所救 这才狗言惨喘活了下来 林小谷确实想要杀了林小刀 可林小刀为了配合吴晴的计划 只好宣布是兔大师颠倒黑白 真正要暗害他的人 不是林小谷而是左护法 兔大师早就被左护法收买 这才来了一招栽赃嫁祸 意图铲除他们兄妹两人 刺激夺取大联盟的盟主之位 兔大师和左护法见识不妙 准备杀了林小谷在做打算 幸好吴晴及时射出机关铁爪 将兔大师和左护法给拉了回去 追命和铁手两人也施展轻功 挡在前面保护起了林小谷三人 无情为了避免误会 解释他们来到这里 只是为了针对左护法 左护法在全国各地诱拐孩童 将他们训练成杀人不眨眼的小铁卫 还曾让小铁卫刺杀林小谷 所以真正的野心家是左护法 左护法上一秒还放言要杀了吴晴三人 下一秒就带着兔大师逃之夭夭 真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而追命和铁手两人 也在无情的事业下没有追赶 故意放左护法和兔大师逃走 各位 此大名鼓也揪出大联盟败类成员 报仇之事 以后再一 没了左护法从中作梗 林小谷顺利接任了盟主之位 再看左护法和兔大师两人 阴谋败露后便逃窜了起来 惊慌失措的两个丧家之犬 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冷血 冷血跟踪了两人整整三个时辰 终于来到了一个隐秘的藏身之处 这便是吴晴放走两人的原因 乃至冷血回到忠义堂后 恰巧撞见诸葛轻轻向吴晴表白悲剧 吴晴还狠狠羞恶诸葛轻轻一顿 这样深爱着诸葛轻轻的冷血促进大发 说起话来阴阳怪气 句句都在讽刺吴晴 吴晴没有和冷血计较 要冷血继续前去守着密度 监视左护法的下一步行动 为什么要我去 铁手自盗奋勇要去监视左护法 冷血却表示密动周围地形复杂 没有他的带领铁手根本找不到 索性大家都不用去 把左护法惹毛了 他自己就会找上门来 画面一转 血剑门门主被吓得不轻 他竟然见到了已经灰飞烟烈的凌落石 怎么 门主不肯招待我 不 我是不知道 该拿什么来招待鬼魂 啊